众所周知,每上线一款指甲衣就会有一对情侣遭遇不幸 作为专业单身的我还是很愿意看到的 不知道这次又是谁家小两口又倒霉了 这就开始我们的长篇单口重视悬疑解谜游戏解说 指甲衣三,冤阳寨 游戏一开始就是小情侣伴随 我很欣慰啊 大半夜,男主开着车,女朋友坐在副驾 听这个意思,头一次见家长不是很顺利 男主的二爷爷也是动手能力很强 喝了女朋友一身脏东西,这就没法呆了 半夜开着车俩人就走了 男主说这都是没想到的事情 女朋友很生气,怎么没想到啊 那是谁二爷爷呀,你蠢不蠢啊 男主也解释不清,车继续往前开吧 冷不丁就瞧见路上突然出现一个送亲的队伍 马上就要撞上了 男主一个急刹车,再看车前面,什么都没有 旁边女朋友急了,要撕啊你啊 假牙差点飞出去,幸亏没有 这刹车位置特别好 淤泥,车轱辘就歇气了 男主下车想办法,这路边刚好有条河 女朋友过去试试衣服上的界面里能不能洗掉 男主在草地里捡到块木板 垫车轱辘下面车出来了 转身再去叫河边的女朋友 这会儿女主蹲河边洗手呢,就瞧见着河水逐渐泛红 再一瞧向新娘子用的红盖头 女主还纳闷呢,就感觉着下面有人把盖头顶出了水面 女主再一愣,水里这位伸手就把女主的手腕的叼住了 男主这边只是听见一声尖叫,紧接着扑通一声 就问各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拍段视频发给胡主任 男主觉得这个包袱并不好笑啊 赶紧的下河救人 其实这一晚上碰到的怪事也不止这两回 事情要从一小时前说起 男主叫沈默青,带着女朋友叫王娇童 回老家见长辈二爷爷打算今晚就住去了 但是这老头瞧不上王娇童 以左手拿茶杯不讲规矩为由给王娇童甩脸子 王娇童说沈默青也是左手拿茶杯 再看老头不乐意了,吹胡子瞪眼那样 甭说别的,你这面相就克服 转头对沈默青说 这女孩面相也不好,八字也不喝 哪儿都没有以前的那个好 这老头是正经会说话的人呐 王娇童站旁边他能爱听吗 你们合伙欺负人,缺了得了 气得转身回房间了 这老头嘴不闲着 你看,这还没过门呢就敢耍脾气 这人不能压啊 说这老头是谢广坤我都信 老头嘴巴完也回房间了 留下沈默青一个人在客厅 想要出去也难了 这王娇童出门的时候啊 把门从外面用门栓给卡住了 这姑娘也不是吃亏的人呐 第一章,搜教 现在的终点晚上九点 沈默青在客厅里找东西 打算把门栓遍开 这村子里也到处是机关密码锁之类的东西 据说是从一个怪村子传过来的 不学好啊 柜子倒是没上锁 里头有一个上电池的洋娃娃 沈默青看了线索提示 才知道日历上的三个颜色的圈 对应抽屉上的密码锁 打开抽屉里面一个瘦碗 对胖的叫盆 咬干净供桌香炉里的香灰 拿到了一个香灰铲 从门缝伸出去 刚好把门栓挑下来 沈默青走出来 是农村的老院子 正房带厢房的 沈默青来到王娇童住的厢房 用手推门没推动 琢磨翻窗户进去吧 哎 窗户上也上着锁 锁那么多有什么好的呀 沈默青为了找开窗户锁的钥匙 也是起了非日了 关键他了解自己村子 跟那个怪村子学不了好 之前咬的一碗香灰 到水壶里 给桌子上每个茶杯得续上 每个茶杯显示出字来了 按照字和颜色 打开桌子旁边的木箱 就在这老衣服上面 一把黄铜钥匙 按说是开窗户上锁的吗 哪那么容易啊 沈默青拿着钥匙 到正房客厅来试一试 老头隔着卧室门 告诉沈默青 这村子晚上闹不干净东西 让早休息 上哪休息去啊 不能睡院子里啊 沈默青用钥匙打开 另一个柜子 里面一把钳子 刚才发现二爷爷家的大门 是用铁丝缠着的 沈默青用钳子就给打开了 开门就是菜地 菜地里立着稻草仁 轰不尽的 这夜里看着就渗得慌 沈默青伸手那么一摸 再看到稻草仁 头上的面具转过来了 沈默青安慰自己 风吹大 他没想到那得多大的风啊 往稻草仁身后看 就瞧见一个红色的花轿 仿佛是要穿过菜地 但走到一半停下了 村子已经很荒废了 而且三晶半夜 菜地里 那能是正经人家吗 那能是人吗 菜地边上立个牌子 破坏稻草仁当心报应 沈默青心说 刚才摸那一下 不至于就摸坏了 脑袋里全是草 怎么气情这么大呀 沈默青看稻草仁缺个胳膊 正好稻草仁身上 就有现成的红飘带 沈默青拿下来 用炸刀炸成三段 捆了捆稻草 给稻草仁补上了 心灵手巧啊 稻草仁身上掉下来个火钳子 稻草仁这人能处 不欠人情 再往远处看 大花轿还在 沈默青心说 你不走我走吧 瞧这热闹比看出病都渗得慌 沈默青来到二爷家仓房 灯的开关太高 正好火钳子就用上了 开灯一瞬间 窗口不知道什么玩意 乐不滋的过去了 当桌面上发现一卷磁带 旁边还有一根笔的时候 童年这不就来了吗 磁带放到随身厅里 现在短两节电池 废弃的神龛里有个盒子 拼完拼图 里面一个铜纸家 沈默青回到正房客厅 打算拆电池 一看屋里怎么这么多人呢 二爷爷一看沈默青还没睡 忙给介绍一个长辈 叫汤仙姑 十里八乡有名的 街声啊 想鬼啊 什么都会 沈默青一看着汤婆婆 穿着大棉袄 头戴红头巾 沈默青不认识 咱各位看着可以眼熟 这不就是藏陵村口 让小鬼儿抢拐棍的那老太太吗 她受养的干女儿不是人 任怪老道当师父 残害自己的亲妹妹 这师徒俩够枪毙七八回的了 沈默青听这些人聊天 藏陵村荒废有半年多了 据说现在脏东西闹的厉害 还是上游藏陵村荒废 那些怪东西没人气外 就都跑出来了 沈默青对这些封建迷信的事 不感兴趣 用铜指甲拧开洋娃娃的电池盒 两节电池拿出来 放到随身厅 倒带那么一厅 里面好像是二爷爷年轻时候的声音 不停重复一句话 前请鸡娘子送子来 有点妙风山的意思啊 也听不懂 按照这几个字的顺序 打开了旁边的柜子 里面一把钥匙 沈默青再回到院子 发现这个厢房的门打开了 白忙活 为了找钥匙 脑浆子都沸腾了 再看这厢房门口 怎么围这么多人呢 老头指着房间里的王焦彤说 从默青和我说 想娶你那天起 村子里就没好事 今天你一来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闹得更凶了 合着刚才这堆胡子车子 别房间里窜闲话 最后把这事怪王焦彤身上了 太混账了 汤婆婆还算理智 没搞明白 怎么能污蔑人家姑娘呢 老头不管那些事 吹胡子瞪眼 管不了那么多了 是不是脏东西 驱邪便知 有那个手间的村民 把一盆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扑向王焦彤 就看着衣服啊 包啊 随身的东西都脏了 这算是呆不了了 沈默青带着王焦彤要走 汤婆婆说 刚才那招可太邪了 可能会引来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 这样你记下我的电话 遇到怪事 马上联系我 之后就是游戏开头发生的事情 俩人车里 吵架伴嘴 瞧见送亲队伍 一个急刹车 陷于泥里了 王焦彤 河边洗手 被脏东西拖进水里 深默青 跳河救人 抱住王焦彤 浮出水面 再看河岸边 满都是指人 正朝着这边 诡异的笑呢 就是那个送亲队伍 这是第三次见了 到下次 各位先玩 拿咱这视频当攻略的朋友 可以评论区留个言 难解的那些个谜题呀 咱争取绕过去 解不开就耍赖咱们的老传统了 下回是焦铜撞鞋要凉凉 送一接连鬼打枪